就是它裡面是有綠豆皮 綠豆腺也有一些的絞肉 直接在裡面就炒熟 炒熟的 那我的今天是一顆 大概也是一個手掌 就是一般常見的 不是很大喔 就是這種比較小小型的 小客人式的夜裡 也是一個大概120多克 它的熱量有540塊 我們看其中的 它的油脂的成分也是超過了33 超過了30以上 所以我們吃這個的一顆的綠豆泡 它相對的 它的代表也等於說是一碗半個飯 然後再加一個一湯匙 不是一小匙 是一湯匙的油 所以這樣的熱量也是很經驗 我們要照顧一下這個綠豆泡 所以我們要吃的時候 如果要當早餐吃 我是建議 盡量去吃半顆就好了 要一個人吃一顆下去 像這個蛋黃酥是比較小 蛋黃酥有多小 現在都拟你的 就這樣想想一顆 知道嗎 這樣想想這個蛋黃酥 那最重要的是呢 大概一顆就有60公克 就是我剛剛這個運動部的 一半跟一半的量 所以說有時候我不建議 比如說愛你養師 那那個人說我這麼多我不吃多可惜啊 那怎麼吃 我說你要睡前當宵夜吃 你要當什麼呢 當早上的早餐來吃 這個早餐你可以吃一個像這種蛋黃酥 所以蛋黃酥它所含的 這個奶酥醇就有個蛋黃酥 是已經超過了 你知道200公克 所以你一定要配什麼 沒有 沒有那個 奶酥醇的飲料 比如像什麼 豆漿啊 對不對 胡糖豆漿啊 因為我們的糖度就很高了 這邊 所以我們要配個胡糖豆漿 或是 脖子牛奶 然後它的奶酥就比較少 所以我們今天要配個胡糖豆漿 然後它就影響成這個樣子 所以一個蛋黃酥 因為它體積很小 所以就等於吃了蛋黃酥 加進食的油 然後它有半分的 有肉和蛋黃酥在裡面 所以這個呢就是一個帶化 你可以找到吃一個蛋黃酥 或者是半喝 對不對 可是呢 你配的東西就不能再配什麼 奶茶啦 或茶啦 一定要是配一些 好健康的東西 再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剛才就嚐到 什麼東西啊 我們吃月餅要搭配什麼 可以吃一點甜不甜 真的好甜啊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喝一些 喝一些水啦 或一些好飲品啦 什麼是最好的 配咖啡好不好 配咖啡好不好 這個整個罐中咖啡 是 它有什麼 它有蝦糖跟奶雞 好不好 不好啊 因為它已經有糖了嘛 吃起司好不好 可樂 好不好 當然也不好啦 對不對 可樂的含量很高 如果你的身上不好的話 你配可樂再吃蛋黃 蛋黃的含量也是高的 那兩個加起來 丁就衝掉了 好